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下上节课的作业 因为就是这种database自己没办法在自己电脑上装或者比较麻烦一点 然后呢我就是帮大家找的这个一个现成的数据库里面有一些data 然后帮大家想了一些问题看看能不能把它做出来 然后我自己写了一下发现好像有些还没有太讲到 所以等到下次课再讲一次课 然后我们可以再回来再做一下 那我们就先打开这个W3Schools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一起来写一下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which country has the most customer 然后这个呢就只需要用到这个customers这个表 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这个里面就有country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个人 然后每一个country有多少个人呢 那我们就是要用count去数一下 但是我们是要bycountry 所以就是selectcountry 然后可以count start 就是可以count每一行 from customers 然后一定要写这个by 因为我们用到这个count是aggregation functions 然后我们可以写这个order by 这个不知道这个2是不是run的好像是可以的 对2呢就是说第一个column是1比2 column是2 所以我现在order by 2的话 它的default是ascending 从小到大 所以我可以如果我要是想知道最多的呢 我可以写descending 然后就可以出来这个结果 这个count start也可以countcustomers 一样的结果 然后可以给它一个它的column name 比如说叫customer count 这样的话 哦这个是 这样不就看的ID 嗯没有这个customer 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 它出来的结果就是country跟customer count 然后是最多的在前面 然后我看有的同学 它是写的countcountry 其实你看的什么 它给你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一般就是为了让它 用逻辑更清楚一遍 要么就是countstart 要么就是要count你想要count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你要数多少人 就countcustomer 这样 比较简单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 who are the customers from Brazil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用一个 用一个where class就可以了 你可以只选择它的customer name 然后这个where class是country等于 然后我们用等于的时候是 要exactly the same 就是大家写什么的都需要完全相同的 然后就把这些customer找到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which country has the most revenue 然后还有一个是revenue greater than500的 这个主要是考大家的一个是用这个having 是在这个aggregation之后的结果上面 再做一个filter 然后我问的问题是which country has the most revenue 所以我们要先算一下这个revenue 然后算这个revenue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products里面是有price的 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每一个order里面都order了什么products 然后有多少个quality 然后再可以就是把每个order的这个total的order value把它给它算出来 然后我们还想知道是 which country 所以我们要知道 根据这个country country是在这个customer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表连 跟这个order这个表连起来 因为这个order表里面有customer ID 这样我们就知道每一个order是从哪个country过来的 然后每个order里面呢 他用这个orderdetails里面呢 也要用这个order ID跟order这个table table连起来 然后这个order的什么products 多少钱再跟这个products这个table连起来 所以就是要把这四个table都连起来 我们就把copy过来答案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total revenue的时候 我们是要用sum 我看到有一些同学用的是max 如果你用max的话 它就是只拿到了最大值 并不是就是每个country 它所有的这个order value 所以这个是要用sum 然后这个orderdetails跟order呢 是用orderID连起来 然后products呢 是这个c和就是orderdetails里面的products 跟这个products里面的这个product ID连起来 然后再连这个customers 是customer从这个order的table 跟这个customer的table连起来 所以就是把这一二三四四个table 把它们都连起来 然后因为我们是想看每一个country嘛 所以把这个country拿出来做goo buy 在这个countrylevel上面 然后这样就把每一个country的这个total revenue 就可以算出来了 然后其实他们 我后来发现他们都很大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大于5000的话 它就是只剩下这些country 这个我看有一些同学 他是写的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country 是从这个customer里面来的 我们可以就是把每一个table都给它一个名字 比如说比较简单一点 那个缩写 A啊 B啊 C啊 B啊 就是有的时候会常用 或者你可以用一些 比较go make sense的这种代称 这样你就不用把 每一个table的名字 在join的时候都把它再重复一遍 就是可以写起来比较简单 或者是用这个yosin也可以 就是 嗯 这些order ID 这样写也可以的 就是有 普通的写法 这里drone跟left drone 其实就是一般情况下 呃不太 就是你要 你要知道你很肯定的 要某一个表里面所有的数据的话 你才需要用left drone 或者是right drone 其他情况下 基本上inner drone就是可以的了 因为这个里面的话 呃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用left drone 或者用什么right drone 因为就是 它数据都在这里面 就是我们只要看 就是有这些order的 有这些products的 这些country 其他的我们是不care的 所以用inner drone就可以了 嗯 group by 1 就是跟那个order by 是一样的 就是group by 1 就是group by country 就是简化它 把它简写成123 嗯 其实是说 给一个column的意思 就是因为工作中 就很 比较 比较简单 写12345 就习惯了写12345 就不会 不用把每一个column name都重新copy一遍 但是可以 我觉得嗯 面试的时候 把它写出来比较好 然后这个就是 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要用这个hearing 是在我已经做了aggregation之后 再加一个filter 下面一个题目是 what is the average order value by category for US customer 所以这个就是想 嗯 让大家用一下 嗯 再加一个filter上去 然后 嗯 group by另外一个逻辑 这个跟刚才那个 其实差不多 嗯 也是只用join就可以了 然后是要把 嗯 刚才我们是country 我现在是想把它 变成category 然后我就是用了 这个category的table 然后我们要从 这个customer 这个table里面 去拿这个country 是USA的 然后 嗯 还是要知道 other value的话 我们还是要像刚才那样 就是把这个other details 还有products 把它都连起来 然后 要知道category的话 我们知道category里面 有categoryID 然后product里面 有这个categoryID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每product是属于什么category 让一下 然后就是 再用了一个average function 然后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知道它的这个category price 就是每个order的这个total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 who are the oldest and youngest employees what's their age 这个我其实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可以用一些 就是关于date的function 然后我发现不太support这个里面 所以就是有一些写法 大家要知道 如果需要的时候呢 比如说像我用的这个poster sicle它里面有很多date跟time的function 然后都可以达到这个movie 比如说用这个h function 如果你把一个time stamp放在里面的话 它就是用current date跟现在来剪一下 然后还有像date leaf 或者是date track之类的 就是有很多可以拿过来用的东西 就还有一种写法呢 我发现它因为它这个也不support 那个current date 所以用current date减去birthday 也可以啊 sorry用的是employees 对 这个current date减去birthday 然后再除一个年份也可以 然后我要想知道 嗯 就是想给他们的年龄排个序 或者是我要想 嗯 然后我可以给他排个序 就是把这个birth state 就可以看一下它最大或者最小 然后因为我没有用这个subquery 还没有讲 所以下一次课我可以 在讲subquery的时候再提到这个 但是就是还可以 就是比如说我只要第一行 我就是limit one 因为我现在已经order by了 那它出来呢 就是最小的 或者是我要 这个最大的 我把这个first date rescending order by 然后limit one 它出来就是这个最大的 然后还有一种写法呢 就是我们想要知道这个 再加一个where class在这儿 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 让这个birth state等于最大的 然后这个是需要用subquery 我下节课会再讲这个 嗯 现在先给大家写一下吧 就是比如说我要想知道 谁是maxbirth state from这个table 这样也可以 就是我先找出来这个table里面 谁是最大的 嗯 这个口味上 对 然后 嗯 然后我再去找 是谁的birth state 跟它的值是相等的 所以就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或者是 或者我们可以写这个 用一个or 然后把这个小的也可以 写出来 这种就是 就是等于说一个query里面 tall query 就是在你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呢 你需要用另外一个query去拿到这个 你的一个filter 这样的话 呃 也可以看出来 哪个是最大的 跟哪个是最小的 然后这个age的话呢 因为它里面不太support 我也试了一下这个datebeef 呃 好像我这个run也不行 所以就是 呃 这个 这个 概念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用这个age function 如果 我觉得大部分的seql 好像都是support这个function的 你就直接用age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这个 我看有个同学用的这个datebeef也可以 是 如果你之前 呃 前面是说date的话 就是 呃 birthday和你这个只跟你的这一天的这个 difference 然后是 按date算的 然后算出来 再除一个年也可以 或者是 我觉得用current date 减去这个birthday 然后再除一下也可以 但我发现它好像 也不让用current date 这个里面 但是一般的seql database里面 都是可以用current date的 然后 然后 下面是 what is the most popular product by country 这个 嗯 然后 我当时想的是说 就是 哪个国家 每个国家卖的最多的产品 是什么 嗯 下一节课会给大家讲一下windowning function 嗯 就是可以给他们都排序 嗯 排个roll number啊 或者是个ranking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那个1都拿出来 就是 最大的或者是 最小的 嗯 现在呢 我就是给大家跑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 嗯 每一个国家的这个 就是所有的数据 你都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因为我们是说 每一个国家 sorry which is the most popular product 就是 所以我是想要知道product 还想要知道country 那country呢 还是从刚才的customers 这个table面过来的 然后product呢 嗯 是从这个orderdetails里面 还有这个products table里面 可以得到 然后 这个 嗯 所以我就是把他们所有的 卖掉的这个quality 加起来 因为就是 在有的这个order的里面 是有quality的 然后把他们加起来 就我们就知道每一个product 卖了多少 所以这个也是用sum 不是用max 然后我可以把它 嗯 就是order by country 和 这个 最后这个sum bsc 这样的话 它就是 它还是根据这个 它先根据另一个排 就是 先是根据country排 然后再根据这个sum quality 然后排这个 从大到小排 就是 一是正续排 四是道续排 然后 嗯 就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国家 卖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们下一次再把这个重新写一下 可以就是用windowing function 把这个每一个 一个都拿出来 然后这个题目就是说我要我要这个country 然后我要一个product name 嗯 还有一个product id 就是我只要把它们都放在这个aggregation的前面 而且它们是没有在aggregation上面 就是根据它们来做aggregation的时候 我们groupby里面要把它们三个都写进去 下面这个what are the products that never sold to Poland 这个问题我是想的说给大家熟悉一下要用这个no function 还有就是left join 这个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变蓝 但是我发现它是work的 然后这个后来我想了想其实也用到了一个sub query 所以这个嗯 也是要下节课再讲的 嗯 先跑一下 就是说嗯 我现在想嗯 知道哪些没有卖给这个国家的 那我想先看一下哪些是卖给这个Poland的国家 嗯 所以我现在是看哪些product是卖了过去 然后我要从这个other details里面找到product id 嗯 然后我还是要去拿这个country 就是还是从customer拿 那我就只能join这个others 然后再join这个customers 然后我给它一个where clause是Poland 所以我们如果只run这部分的话 这些 嗯 这个好像不行 就是 就是 先要想 先要想 先要想是哪些products 是 嗯 有 有在这个order里面的 那我要把它 cuby一下 然后就是这两个 所以就是 嗯 除了这两个product id 剩下的 我要去找剩下的 那我要去找剩下的 就是 嗯 把它是product name 然后 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用in 一种是用left join 嗯 from 这个就是从这个products 这个table里面 然后这个等于说 我们要把这个结果 变成一个table 我就把它 放在两个括号里面 然后一定要给它一个名字 比如说 我给它一个叫b id 然后 我这个是拿的product id 所以它这里面 就有product id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table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你不能再拿product name 跟这个product name 去join 因为这个里面 它是没有product name 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用 abr product id 等于 abrproduct id 然后 我们现在是 left join 嗯 所以 比如说 我想要选 先看一下结果 syntax error 然后 就是 不能 换一个 问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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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还是 到 对 你 你 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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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product 这个里面不是 我看一下 然后这个可以run的 这个是怎么写的 A.productib等于 A.productib 为什么说我没有这个呢 然后现在我们就会发现 它就是有所有的product 因为我们是用left join 然后左边是products table products table它里面本身就是 有77个records 然后我们吃一吃 只有两个是不是node 就是这个58和 还有一个 我记得是有两个 哦 这 31对 所以我们要想知道 哪些是没有order的话呢 就是还要再加一个where 然后是b的product 不是b sorry b的product ab isno 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 只剩下这75个record 这个就是一般 就是用left join的时候 我们就经常会 跟这个no value 做一些 做一些运算啊 或者是一些处理 否则的话呢 我们一般就用inner join 然后还有一种写法是用这个in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选这个 从products这个table里面 写 whereproducts b not in这个 就是我们里面这个 就是已经把它拿出来的这个query 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写这个no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就一般是需要一个in 对 然后这样也是得到了75个record 或者是如果我们用in的话 就是就只有这两个是在这个orders里面的 好 然后下面这几个问题是recode上面的 嗯 一个比较简单 是找一个duplicate 嗯 一般情况下就是 嗯 好在这儿 这个就是我们想找到duplicate email read a single query find a duplicate email 那我们就是email 然后我们count 看它如果大于1的话 它就需要duplicate 所以就是select这个email 然后count start 或者你也可以count email 或者是count什么都可以 然后嗯 从这个table里面 然后一定要记得要go by这个email 然后我们有一个having count 大于1就是它又重复的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 这个结果 嗯 这个里面如果要得到它exactly same的结果的话 可以就是不用这个count start 就直接selectemail 然后from这个duplicate email having count start 大于1 然后这第八个key 也是recode上面 它是想让你用这个release statement 然后去删除一个duplicate 然后去删除一个duplicate 然后其实这个也是用到了一个subquery 就是等于说 嗯 有 快有 有两种写法 嗯 我这看到的是 就是 把这个 先把这个里面 每一个email和它最小的ID先拿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ID没有在这个 嗯 里面的把它删掉 就是release from这个person这个table 然后用一个whereID not in 然后这个就是你想要的 然后把不想要的就删掉就可以了 嗯 然后下面一个是想让大家熟悉一下用case 1 嗯 case 1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statement 然后我们看这个是说它想让你update 这个m变成f f变成m 那我们就把它用这个update statement update什么update table name 然后set 然后你想要变的东西 在这个题目里面是我们sex 我们想要把m变成f 那我们写case 1 statement case 1 上下的把它变成m就可以了 然后写一个and 这个case 1就是一定要写这个and在最后 然后 嗯 最后面这个也是我makeup的 然后其实概念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case when 这个sex等于f的时候 我们用一种算法 如果它是m的话 就是用另外一个这个公式 然后最后and 然后给它一个new salary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case when 你可以这么写 也可以就是case 然后是你想要的这个column name 然后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然后怎么怎么样 或者你可以把它写case when 你的这个column name等于什么 然后它再等于什么 就是用两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好刚好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审欠 在吗 我不知道哪个是 可以讲话吗 大家是不是我屏幕上什么都能看到 我不知道哪个是审欠 是这个吗 对是我 那你可以开始讲吗 OK好 那我就从这听个takeover了 好的好的 OK 那我就不再share我的screen了 行 你有什么要share的吗 嗯 对我可以share 嗯 我看一下 是不是就直接share这个button就可以了 对吗 应该是 我不知道怎么听我的 我觉得可能你关掉 我就应该可以share了 那我是这个post share吗 stop share OK好了 OK 所以啊 所以大家好 我是那个 庸杰老师叫来 可以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下 capital one 因为我不是很知道大家每个人的背景 不知道大家来这里的目的 但云杰老师大概跟我讲了一下说 可能有一些同学想找些工作啊 或者换下工作之类的 所以呢 我在capital one大概工作了有十几年了 所以我可以啊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capital one的整个的structure 还有一些面试啊 应聘的一些流程 好吧 等一下呢